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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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其实最担心的就是被像这种用稻草 用小木条盖房子的人带去信耶稣 或是带到他们家去住了 我后来就跟我女儿说 不对不对 我觉得你歌词好像有一点问题 你赶快去把这个 去诗歌歌词把它找出来 后来她就上YouTube 还好就找到了这个正确的歌词 我们今天所读的哥林多前书 是保罗写信给哥林多教会 哥林多教会所发生的情况 就是我们所担心的情况 其实哥林多教会 它原本是保罗他所牧养的教会 但是在保罗牧养了一段时间之后 他离开了 有从这个北非的亚历山大来的亚波罗 他是一位大有学问 信仰也是很坚固的人在这里讲道 虽然他的讲道风格 跟保罗有很大的不同 但是他们的中心信息是一致的 也就是耶稣就是基督 耶稣就是教会的磐石 这个哥林多教会 保罗形容他 凡事富足 口才知识都全备 在恩赐上没有一样不及别人的 可是他后来发展的光景 却不是很理想 我们在哥林多前书 甚至到后书所看到的 这个教会他的问题不少 其中有一项是分党结派 在他们当中 有人说自己是属保罗的 有人说自己是属亚波罗的 还有人说他自己是属基法 基法就是彼得 还有人更厉害 他干脆说自己是属耶稣的 当他说他自己是属耶稣的时候 其实他意味着 那其他人都不是属耶稣的 在保罗看来 哥林多教会这样的分党结派 并不是他们信仰成熟 神学知识丰富的表现 反而是表现出自己 在信仰上不成熟 所以保罗从前把哥林多教会 当作是基督里的婴孩 用奶喂他们 因为那时候他们才刚刚得到福音 是属肉体的 但是哥林多乐教会的信徒 并没有因为时间的增加 他们在信仰上就渐渐成熟了 没有 所以保罗在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 他说就是如今还是不能 以前是喝奶了 到现在还是只能喝奶 以前是属肉体的 希腊文 他出现的第一个字 叫做sakinos 这个其实本来应该可以翻译做 是用肉造成的 第一次出现的这个字 没有那么负面 但是保罗说 到现在你们还是属乎肉体的 中文和合本看出来翻译好像是一样 但是其实这第二次出现这个字 叫sakikos 第一次是sakinos 第二次是sakikos 其实台语的翻译翻译得蛮好的 顺从肉体的 你们以前是用肉体造的 中性的 第二次保罗说 你们到现在还是顺从肉体 这个就带有责备的意思 刚信主的时候 我们在信仰上的生命是像是婴儿 我们有很多的心思意念 跟这个世界上的心思意念是一样 这原本是情有可原 可是都已经过了一段时间 都已经过了好几年 我们的信仰没有进步 到现在还是顺从肉体 而不是顺从圣灵 这个就是保罗失望 要责备他们的地方 在哥林多教会里面的问题 除了在第一章 第三章所提到的 自高自大 分党结派以外 还有另外一个问题 是放纵情欲 哥林多前书的第五第六第七章 都在处理这个问题 哥林多这个城 是罗马的亚该亚省的省会 是一个富裕 却放纵情欲的城市 在当时候的文化 我们要记得 在耶稣跟保罗他们那个时代 是罗马人所统治的 而在罗马之前是希腊人统治 所以我们是习惯在历史上 它叫做希腊罗马 有时候简称就叫希罗文化 这个希腊跟罗马的文化 其实他们在性关系上面 是松散的 他们的道德 是比较不严谨的 而犹太人 我们继承从旧约 摩西五经下来的传统 一直到新约的基督徒 其实对于两性的关系 是严谨 是严肃认真的一件事情 这个看在罗马外邦人的眼中 是觉得很奇怪的一件事情 当这些非犹太人 外邦人信了耶稣以后 他们经常要面临在信仰上一个挣扎 是他们要原本持续这种松散 的两性关系呢 还是他们要像犹太基督徒一样 谨守着严谨的道德生活 有圣经的学者指出 在哥林多教会当中 有一些人 他们甚至主张 要向当时候的强势主流文化 也就是希腊罗马文化 来学习 因为他们认为 当他们向这种 世俗上的强势的文化学习 甚至采取他们的观点的时候 基督教的信仰 就比较容易被一般人所接受 但是我们知道 在圣经里面 在耶稣的教导 在保罗的教导当中 都不是这样 在圣经里面的教导 告诉我们 人的身体应该要保持圣洁 因为人的身体 是上帝的电 身体是要拿来荣耀神 是要拿来敬拜神的 不是像当时候 希腊罗马社会 认为人的身体 可以拿来作为享乐的工具 这是一个很大的不同 这个不同 不只是在耶稣保罗 他们那个时代 我要说 一直到我们今天的世界 我们所有做基督徒的 我们要谨慎地思考 这一点的不同 直到今天 有一些人也说 我们要修改 圣经里面的教导 去适应现在的社会 可是我们要看 其实耶稣的心意不是这样 保罗的教导 也不是如此 在保罗看来 不管是分门结派 或者是思想上的骄傲 或者是放纵情欲的生活 这个都是信仰 没有进步的表现 在第四世纪 有一位沙漠的修士 叫做伊万格儒斯 他写了一本 叫做《论属灵操练》的一本小书 在这本书里面 他列举了八大致命思想 所谓八大致命思想 指的就是 当我们成为一个基督徒以后 我们如果不认真的 来对付这八个试探 那我们的基督徒生命 常常就是起起落落 起起落落 常常被这些试探所引诱 我们跌倒 然后我们就回到原点 如果我们愿意 靠着主示给我们的力量 来面对这些试探 这些诱惑 我们一样一样的 不断的去克服它 那我们在属灵的生命上面 就会慢慢的进步 当然他列了八样 我们今天不会全部讲 我要讲跟哥林多前书 跟哥林多教会 比较相关的 其中的三样 第一样就是情欲 第二是虚荣 第三是骄傲 这位沙漠的教父 他并不是主张 成年人 男女之间的性关系 是罪恶的 不 我们同样的 接受从旧约里面 创世纪的教导 当人成年了以后 要离开父母 男跟女 结为夫妻 两人成为一体 这是原本是上帝 所创造人美好的心意 这本身不是罪恶 但是如果人被不恰当的情欲 所管辖 所辖制的时候 我们就会因为太多的注意力 太多的焦点 全部在放在这些事情上面 我们反而会忽略 上帝在创造这世界的时候 还是给我们很多美善的东西 我们就会对这些其他美善的东西 视而不见 这个时候我们就会落入试探 也就是说 当我们太过头的强调 肉体信誉的满足的时候 我们可能会因为这样子放弃了 对其他美善事物的追求 当人放纵自己 在这些不讨上帝的喜悦的事情上面的时候 我们就不可能在信仰上面 有很大的进步 这是沙漠教户给我们的提醒 第二件事情 虚荣 我们在信主之后 过一段时间 我们可能发现 我们自己在信仰上有进步 我们会希望别人注意到我们的进步 我们可能是真心的爱神 但是我们会希望别人注意到 我们在信仰上 我们开始很爱神 我们可能是真心的 认真的在教会里面服侍 可是我们很希望别人称赞我们的服侍 当我们开始看重别人对我们的想法 甚至看重到一个地步 超过看重主耶稣对我们的想法的时候 那就是虚荣 什么是虚荣 有一位神学家他这样说 就是试图让你自己这个人 想要充满别人的思想 也就是说你很喜欢当别人的偶像的时候 那就是虚荣 我们在乎别人对我的评价 超过在乎主对我的评价 这就是虚荣 第三件事情 骄傲 当一个人有了虚荣之后 他很容易就会变成是骄傲 上帝护照我们 要我们参与在上帝所创造的这个世界上的 许多美善的工作上面 当我们开始正确的回应上帝的护照的时候 我们会因为参与在上帝的护照当中 我们能够体验到上帝给我们的恩典 同时也体验到自己的价值 但是我们很快 因为我们体验到恩典 我们体验到价值之后 我们却忘记了 我们之所以能够参与这些侍奉 参与这些工作 是因为上帝的恩典 我们却夸大了自己的价值 我们很容易把自己的进步 归功于是自己的努力 忘记上帝的恩典 我们会夸大自己的价值 我们甚至希望这个世界 注意到自己的价值 在我们渐渐离开上帝之后 我们心里面其实会不安 可是当我们开始发现到 我们自己不安的时候 我们恶性循环的 我们用这个世界上的方法 来寻求心里面的平安 沙漠教父提醒我们 不正当的情欲 虚荣 骄傲等等 还有其他的事情 这个就是让我们离开神 让我们在信仰上 没有办法持续进步的重要的试探 我们今天所读的这个哥林多的教会 哥林多教会有人分党结派 有人放纵情欲 其实在本质上都反映了 他们对信仰的认识是不足够的 所以在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当中 第一段就是我刚才所讲的 保罗指出他们在信仰上不成熟 在第二段呢 保罗他用了两个比喻 要帮助他们 教会是上帝的 每一个基督徒的属灵生命 应该要不断的成长 而成长的关键 也是在乎上帝 所以保罗他所举的第一个比喻 是用农作物的比喻 在传福音的过程 有人栽种 有人浇灌 这些浇灌跟栽种的职份 都是上帝所指定的 这些人都是执事 执事意识 他本来的意思就是服务 服事的人 他为了要能够达到一个共同的目的 就是让这些农作物 能够正常的生长 接下来就是保罗所说的 盖房子的这个比喻 当然刚才三只小猪 我们都听过了 我想大家印象很深刻 应该会容易记得 也许过去我们在听 这个三只小猪的时候 我们只听到了这个材料 应该要用好的材料来盖房子 但是我们在这个三只小猪的 故事也好 诗歌也好 他没有提到的一件事情是 保罗提到了 我们盖房子的根基是耶稣基督 盖房子的根基是耶稣基督 这个房子如果盖在正确的根基上面 我们这个房子就能够稳固 如果我们没有盖在正确的根基上面 当风吹雨打水冲的时候 房子可能就会倒塌 那至于盖房子的材料 要用什么样的材料呢 保罗他列举了六种材料 前面三种 金 银 宝石 这三种材料都是成本很高 很贵的东西 而且它很不容易施工的 但是后面的三种材料呢 草 木头 河街 这些河街意思就是卖管 这是我们英文叫Straw Straw我们说是吸管 但是其实它是卖管 那这些材料在古时候 农业社会是很容易取得的材料 它也很容易施工 它盖起来很快 一下子就盖好了 可是当试验来的时候 它会有很大的不一样 金 银 宝石 这三样东西 它不怕火烧 火烧过了以后 它仍然一样是金 银 宝石 可是如果是用草 木 河街 盖的房子 当火烧过了以后 什么东西都没有留下来 它完全的不一样 保罗用这个来比喻 我们基督徒的生命 我们基督徒的生命 平常从外面看 不见得看得出来 但是到底我们每一个人 自己跟神的关系 还有一个教会 跟神的关系 到底我们用的是什么样的材料 来盖这个 我们自己的属灵生命呢 其实当我们遇到事情的时候 会有很大的不同 我们要记得不只是我们个人 其实一个教会也是如此 一个教会就像保罗所说的 它是一个农场 那我们刚信主的时候 我们在这个教会里面 在这个农场里面 我们的生命受到栽种 我们受到浇灌 所以我们慢慢的学习 我们在信仰上就慢慢的进步 但是我们所期待的是 我们不能永远只有被人家浇灌 我们只有永远被人家栽种 也许我们盼望 希望有一天 我们能够成熟到一个地步 我们会成为也能够栽种 也能够浇灌的人 也就是说 我们的信仰成熟到一个地步 我们要能够 令人来信耶稣 我们能够跟别人分享信仰 我们能够遇到那些 比我们在信主的年日 更短的一些基督徒上面 我们能够跟他们分享他们信仰 我们能够兼顾他们的信仰 这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 所应该要努力的目标 而这样的学习 这样的成熟 其实不是一天两天的功夫 它其实是要日积月累 不断不断的操练 直到有一天 这些功夫慢慢的就成为 我们这个人身上的 很自然的一部分 有人称它是基督徒的美德 没错 那什么是美德呢 美德就是经由不断的练习 不断的练习 练习到有一天 你驾轻就熟 你甚至不用感觉到 花很大的力气 但是你能够把事情做好 你能够把事情做对 在2017年的那一年的 过农历年的时候 我们全家一起看了一部电影 当然那个电影是更早之前 就已经出来了 叫做《萨利机长》 《萨利机长》 《哈德逊骑机》 我想我们当中应该有一些人 看过那个电影应该会记得 2009年1月15号 有一架飞机从纽约的机场起飞 三分钟之后 就遇到一大群的飞燕 像加拿大那种大的燕 不是小的鸟 整群的扑过来 结果就在那个瞬间 飞机的两颗引擎 通通都坏掉 当两颗引擎通通坏掉以后 飞机失去动力 机长马上必须要做一个判断 接下来该怎么办 当然第一个念头 因为飞机才刚飞起来三分钟 可能第一个念头 是要返回原本的那个机场 可是机长知道 不可能 来不及了 因为完全失去动力 飞机一直在往下掉 那附近也有两个机场 两个比较小的机场 是不是应该飞到那两个机场去降呢 后来机长的判断也不可能 他在很短几秒钟之内 他所做的决定就是 要降在他现在眼睛就看得到的 哈德逊河 后来果然他平安的迫降 在这个哈德逊河 飞机上的155个人 全部都平安获救 在人获救之后 这个机长他所做的决定 还要经过很严格的 飞行安全的调查 很多的专家问他 你为什么不去降在旁边的两个机场 没有多远的地方 但是你要迫降在河上面呢 因为降在河上面 毕竟还是比降载在机场 要危险得多 经过很严格的调查之后 也经过电脑的模拟之后 后来这些专家他们承认 这个沙利机长所做的决定是对的 因为不管是回头去降在原来机场 那是不可能的 还有附近的这两个小机场 其实也来不及了 因为你经过短短的几秒钟之后 飞机只剩下什么样的高度 那你如果做出错误的选择 那最后这个整个飞机 它可能就会发生空难 我们如果对照这个沙利机长 他的判断 在台湾2015年2月4号 我们也发生了另外一件事情 从松山机场起飞的一架飞机 它原本是右边的引擎熄火 坏掉了 结果机长在那个瞬间 他的判断错误 他还以为是左边的引擎坏掉 所以他把原本是好的那一颗 左边的引擎把它关掉 结果怎么样 变成两颗引擎通通都没有了 结果它迫降在这个淡水河 我们所知道的结果就是 后来造成43个人死亡的空难 拿这两件事情比较 当然它不一定一样 它也不完全都公平 但是我所要说的是 这反映了一件事情 就是我们中国古时候常说的一句话 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空 当我们平常风平浪静 没有遇到事情的时候 我们其实不知道谁的功夫好 我们不知道谁的底子比较厚 可是当我们遇到考验 当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 我们就在那个瞬间 我们会发现 原本我们所打下的基础 其实它是会有很大的影响 也就是说我们的属灵的生命 从外表其实是看不出来的 但是有一天考验来的时候 有一天遇到某一些事情 在考验我们的信仰的时候 在考验我们基督徒生命的时候 当我们所反映出来的态度 我们所讲的话 我们所做的判断 它就反映出到底我们这个信仰 是金 银 宝石 还是草 木 和节 各位弟兄姐妹 保罗他所说的农场的比喻也好 盖房子的比喻也好 他有一个重点 农场的主人是我们的主 是上帝 我们自己的属灵生命也好 教会也好 我们的主也是 我们的生命 他的主 也是我们的耶稣基督 都是我们的主 叫我们的生命能够得着增长 能够得着建立 所以我们既然是被建立在 主耶稣基督的这个磐石上面 我们将来 保罗的期许 他也是这样期许自己 也是像是一个聪明的工程师 而这一切都是出于上帝的恩典 是上帝的尝试 所以我们被建造的在这条路上面 也许我们有很多的辛苦 我们会遇到很多的困难跟挑战 这些困难跟挑战 有可能是来自许许多多不同的方面 有可能是我们自己身体的软弱 有可能是我们家人的残累 有可能是我们在这个世界上 所遇到的各样的羁绊 但是不管这些困难是什么 我们不要忘记 上帝是这个农场的主人 是叫我们成长的 我们不要忘记 教会是我们的主人 上帝是我们教会的主人 所以当我们开始努力的 要建造教会的时候 我们也许在面对这些问题的时候 有很多时候过去 这世界上的想法 会跑回到我们的头脑里面 我们唯有靠着主耶稣基督的恩典 我们努力的建造 我们把那些不属神的 不合神心意的想法 我们把它挪去的时候 我们有更多上帝的爱 有更多上帝的真理来充满我们 我们才能够把这属灵的生命 建造得更得意 我们会遇到很多的挫折 我们会遇到很多的困难 但是这些挫折困难 刚好是考验我们信仰的时候 保罗在哥林多后书 有另外一个地方 他说我们在这地上 所遇到的苦楚 是自占自卿的 是短暂的 是很轻的 为了是要成就那 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 所以当我们在建造 属灵生命的时候 我们不能偷工减料 当我们能够学会 不偷工减料 扎实来建造 属灵生命的时候 有一天 我们就要得到那 极重无比的荣耀 我们一同 第一同来祷告 亲爱的主 我们满心感谢你 主因为我们 受到过去 许多信仰长辈的栽种 培养 交灌 所以我们的生命 慢慢地进步 主啊 我们也知道 你试下 许多我们学习的功课 也要叫我们 在这些功课当中 再一次不断地锻炼 我们自己的信仰 主啊 我们恳求你帮助我们 让我们时时刻刻 都能够谨记 保罗给 哥林多教会 的劝勉 让我们能够知道 我们努力地 学习这些功课 为的是要能够 更明白你的心意 为的是能够 让我们的属灵的生命 长大成熟 将来有一天 我们也能够帮助那些 在属灵生命 刚刚开始的人 主啊 恳求你帮助我们 让我们不是做一个 朦朦朦朦朦的基督徒 帮助我们 在随着我们的 信主的年日增长 我们对你的认识 也能够不断地增长 我们身上的基督徒 美德 也能够不断地增长 我们在 立在耶稣基督的根基上面 我们能够建立得稳 合乎主你的心意 主啊 我们这样祷告 那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